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诚意新剧开拍惊险一刻 剧组大楼他方 记者晒出内存卡抢先报道 诚意新剧在开拍不久后竟然出现了一起意外 导致剧组所在的大楼他方 这实在是让人大吃一惊 据悉 事发的原因是由于剧组在选址时 没有考虑到建筑的结构问题 导致大楼无法承受剧组的设置压力 最终发生了他楼事故 这是一场严重的疏忽 也提醒了我们在拍摄电视剧时 必须要重视安全问题 不能忽视建筑结构的稳固性 更令人震惊的是 事发后一名勇敢的狗子记者 竟然晒出了他在现场拍摄的内存卡 向黄俊杰导演喊话要求其坦诚面对 并低调处理 这种突破传统的做法让人大为称赞 尽管可能会遭受到强权的报复 但他敢于揭露黑暗面 为娱乐圈带来了一丝清明 黄俊杰导演在面对这一意外时显得十分沉着 他一直以低调作风著称 对于狗子记者的晒内存卡行为 黄岛是否会做出回应 亦或选择继续保持低调 这都让人拭目以待 这次对于黄岛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但也是一个机会 他可以借此机会重新审视剧组的安全问题 并做出有效的改进 我们期待他能够勇敢地面对这一突发情况 为此事做出适当的处理 这其他楼和狗子记者的举动 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 有人认为狗子记者是揭露黑暗面的英雄 有人则担心他可能会遭受到报复 无论如何 他的行为已经将这起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让人们更加关注剧组的安全问题 在娱乐圈 安全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但仍有一些剧组为了追求效果和速度而忽视了安全 这次他楼再次提醒我们 无论是剧组还是媒体 都应该重视安全问题 做好前期的调查和安全评估 确保每一个环节都符合安全标准 希望这次可以成为一个警示 让所有从业者都牢记安全第一的原则 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意外 随着舆论的持续关注 相信诚意新剧的安全问题也会得到妥善解决 剧组也会更加重视安全 确保顺利进行 希望黄俊杰导演能够勇敢地面对问题 做出正确的决策 为剧组的安全护航 让我们一起期待诚意新剧的顺利进行 同时也呼吁所有相关从业者都要重视安全 确保每一个环节都符合安全标准 让娱乐圈更加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